说到端午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节日当天挂上爱草仓谱来驱邪避瘟疫 也让端午节有爱节或普节的别称 但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特别找草回来挂 又担心草会忘记收起来干掉 这时候就可以试试自己DIY端午香芬片 同样用上了端午的特色香草 再加上适度点缀 既美观又含有端午的寓意 那现在的端午节大家应景 所以需要的是精简快速又有仪式感 所以我们选择了运用 比如说丁香香茅艾草薄荷这一类的东西 来让大家可以运用在扩香片上面 然后就可以直接挂在自己家里的玄关 这样就会比较轻松又简单 然后又有端午节驱虫 然后让大家安定身心的一个概念 手作老师表示香风片DIY很简单 只要准备好有造型的石膏片装饰品 跟最重要的重点香草 最后用三秒焦固定 就可以完成独一无二的端午香芬片 扩香石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取得的产品 那它的用途也很广 它可以让你扩香也可以吸湿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变成 比较多元化的端午节扩香石 我们可以先去摆设自己喜欢的位置 然后再去搭配我们端午节选用的药材 先大概装饰一下 然后等确定好位置之后才会帮它们做固定 那没有比一般焦好的地方在哪里 快速 然后它比较不会有突出物 像用热熔胶黏它会突出 会让你的石膏它们无法服贴黏住 基本上就是 按照自己的喜欢摆设 然后吊起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时尚的扩香石 端午节也会用到艾草五食水 尽无尽深 但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艾草的味道 老师也推荐可以自己到中药行 配出泡水香包来取代艾草水 那我们包材的部分就取自于中药材 那中药材里面就会有 艾草 石昌蒲 薄荷 丁香 那这些呢不是拿来食用哦 而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可以运用五食水 把它泡在五食水里面 然后拿来洗手 浸身 然后浸化 平衡我们的身心 香氛片除了让香草扩香 老师也建议可以搭配天然的精油 也能用天然精油来取代真实的香草 来进行端午的习俗 这里面会用到的 比如说薄荷 丁香 香茅 这些都是属于也有做成精油的 那精油我们一定要选择纯天然的 安全的才可以来做使用 那它可以滴在上面 因为现在大家讲求快速 不见得会真的取到真正的植物 所以我们可以用精油来做取代 让生活变得更便利 那我们只需要把含有这些香草植物的精油 滴在上面让它扩香 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清香 然后也可以驱崇 端午节虽然是个传统节庆 但民俗也可以转个弯 变得时尚有疗愈 端午应景香风片DIY相当简单且有趣 不仅能疗愈好心情 还能兼具驱崇避邪的功能 记者类伪一 草原报道